车辆进出位于新店的调查局国安站 进阿波罗董座 许清光被约谈到案说明 来这边有收什么证吗 有特别关心什么吗 刑警18日登门 据悉许清光主动提供英文合约书 和国外汇款记录 许清光周四没进公司 但远景还是每半小时定点巡逻 这公司在内湖的代表区在哪里 你今天早上有讲 说要跟我们说 没有没有 那个已经进入点减掉了 那不能讲 早上跟我们已经进入减掉了吗 是许国安老板的挤压钩说法 是否另有引擎 第一时间公司名都说不清楚 金阿波罗其实是专攻制造 基民领域呼叫器的业者 过去杂志采访更曾下标 他们用对讲机扣住FBI的心 而国安单位指出网络上 现在也出现 可以夸大此事与台湾连接的舆论 我期待台湾和以色列 能发挥彼此产业的优势 在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基础上 继续深化伙伴关系 有声纯照号称爆炸呼叫器 是今年四月进口的 当时以色列的议会代表团 正好访台 国安单位认为 背后有北京认知战的痕迹 我觉得反而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没有对于厘清真相 恐怕不会有正面的帮助 只会蒙上政治的复杂性 只是这呼叫器到底是怎么改装成 遥控炸弹呢 那你就看人家跟你下单的时候 有什么样奇怪的要求 比如说你不要把我封装封死 就是说你的电流可能有比平常大 一定经过测试 经济部数据则揭露 金阿普罗2022年 曾出口254套呼叫器给匈牙利 来龙去脉如何 但检调与国际刑警厘清 TVBS新闻 横富华刘婷婷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